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3年的4月13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中共继续走在给垂死老人打春药的投资拉动经济的路上 结果就是经济加快崩盘而亡 新浪新闻2023年1月14日报道 2023年一时 全国多地纷纷举行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1月1日福州市组织第一季度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 此次参加集中开工活动的有117个重大项目 总投资983亿元 涉及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 随后海南省三亚市与南京市江宁区等多地举行重大项目开工活动 有媒体不完全统计 当周全国共有11个省市举行的一季度重大项目的现场推进会或集中开工仪式 其中仅1月3日全国就有7个省市宣布一季度集中开工项目1785个 总投资额达到16249.69亿元 据MySteel不完全统计 新年到来全国多地纷纷举行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签约和投产投用等活动 合计总投资达21,022.39亿元 这是2023年一开年的新闻 现在四个月过去了 虽不像新闻中吹的那样开工那么多的项目 但也不少中共在外贸歇菜内需不振 民企库存积压生产过剩的情况下 仍然是把投资拉动经济这个叶湖给拿了出来 就是中共实在是没办法用别的方式来拉动经济了 没有经济增长那么多人的就业怎么办 现在中国老百姓的财力已经脆弱不堪 全社会的债务负担都已经到了极限 无论是企业政府还是居民 中国从1998年搞房地产 2008年以后开始搞铁公鸡 到现在搞了20几年 结果就是地产商开发欠下33万亿的债 老百姓贷款买房欠下50万亿的债 而地方政府通过卖地北英赚的盆满钵满 最终却也欠下65万亿的债务都在负债 现在中共继续与投资拉动 实际就是债务膨胀方式来搞经济 继续依赖地方政府借债搞基建 企业债债扩大生产和老百姓借债买房 这就是给垂死的老人打春药 结果肯定是更快的经济崩盘 中国的经济困境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或者缓解 必须着眼于增加居民收入 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兜地 比如解决教育医疗养老 尤其是医疗和养老 不能只让那极少数人领着高额的养老金和医保报销 而应该汇集所有的老百姓 让所有的中下层老百姓 包括农民都有一定的医保和养老钱 哪怕不是很多 满足最基本的就行 让大家敢于消费 乐于消费 因为你的消费就是别人的就业 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量再靠欧美的消费市场来带动经济增长已不可能了 因为全球的老百姓也就是中低收入者 除了吃吃喝喝这些最基本的民生消费 大的消费都已经是能砍就砍了 但是要想建立全民保障体系 就得动纳2%的人的利益来改善分配 而那2%的人怎么可能愿意把兜里的钱掏出来呢 他们现在想的还是要在中国捞够了钱 然后在欧美发达国家和自己的小三小四 以及一堆私生子女度过余生 因此这些掌握生产资料和政策制定大权的人 采取的措施仍然是继续增大债务来拉动经济 居民不借债 他们怎么借工程捞钱呢 所以中共国的体制决定了 中共国每次都会选最差的那条路 经济从来不是单独运行的 经济一定是和政治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 没有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的变革 中国国的经济只能继续走上喝春药的那条老路 然后继续透支身体直到精进而亡 看看2023年4月12日贵州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 报告说近期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财税金融研究处 先后赴贵阳贵安尊义毕杰六胜水等地 开展了化解贵州地方政府债务情况专题调研 调研发现债务问题已成为摆在各地政府面前 重大而又急需解决的问题 但受制于财力水平有限 化债工作推进异常艰难 仅依靠自身能力已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大家都知道贵州省比较穷 但是却修了很多高铁高速公路 所以负债非常重 是全国负债率最重的省份之一 而现在中共国的基调还是用基建投资 居民负债 企业借债来拉动经济增长 这就是网民调侃的 就吸一口 再吸一口 就最后一口了 然后吸着吸着就嗝屁了 为了继续借债来拉动经济增长 来忽悠民众 在2023年4月12日 一篇居民超额存款三年10.8万亿 北京人均存款已接近27万红空出市 成为财经媒体的头条 文章中说 第一财经结合央行地方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梳理了全国省市自治区之下市 截至2022年末本外币存款余额情况 以及其中的住户存款情况 根据整理的数据显示 第一经济大省广东深圳除外的本外币存款规模 均遥遥领先超过32万亿 是国内存钱最多的地区 其次是江苏北京本外币存款余额均超过了20万亿 而浙江上海正在接近20万亿 而从人均住户存款来看 北京上海高居榜首 其中北京的人均存款接近27万元 上海人均存款超过21万元 看到没有 你和马云一平均都是存款千万的富好了 这么多钱能放在银行里吗 不能拿出来消费来促进经济建设吗 所以中共给垂死老人打春教 也是有数据依据来支撑的 至于普通人欠着30年的债是负数 富豪和官员现在不是2比98 而是2比120 因为老百姓后30年的劳动成果 还债的钱都被他们拿走了 他们是不管的 他们就是要平均 然后你也被平均成富豪了 中共的这种继续透支身体打春药的效果下去 那就是新生人口继续减少 消费继续萎靡 然后经济就自动帮他玩玩蛤屁了 因此不用急 中共肯定会自己把自己给做死的 我们只需要看大戏就行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